观影不自上,好电影虚同响,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这天突降暴雨,道三匆忙带着自己的女儿小叶跑进了一间小寺庙那朵雨 这刚一进去,小叶就开始逗自己的老爸,谁知道三真的被吓一大跳 正在小叶姐试试开玩笑的时候,身后的佛像突然发出了声音 这可把父女俩给吓了一跳,顶尖一看才发现,坐在角落里的缩衣老人 眼看着这场雨啊,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无聊的道三便开始和老人闲谈 老人便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 在聚集五百多年前,也就是在云仆交战,平家落败之后 一天,一个叫方一的眼盲说书人流浪到某个村子里 最初,村民看这个穿着破烂,看起来非常邋遢的方一时,都对他指指点点 但谁知方一所弹奏的琵琶和说唱的声音非常好听,立刻就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甚至在不久之后,有钱人以及领主们都争相邀请方一到家里来 久而久之,方一便靠着弹奏琵琶和说唱来维持生计 村里的阿西对这位充满才艺的方一萌生了敬仰之情 于是便每天都会照顾方一 可是不管和大家再怎么熟悉,方一对于自己的过去都始终只字不提 某个夜晚,一名武士找上方一,她是公主身边的侍卫 公主因为听说方一说唱的本事很了不得 这次的目的是想要请方一到府里走上一趟,表演一首曲子给公主欣赏 当方一得知对方要她马上出发时,她心有拒绝 但是面对武士的胁迫,方一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武士后面 出发前往对方的府邸说唱 公主说,方一把平家物语唱得连鬼听了都会掉眼泪 所以想要方一为她弹奏这首曲子 但是平家物语内容冗长,只有一晚的时间是无法唱完的 公主似乎也非常清楚平家物语非常长 便请方一连续六晚都到这里来说唱 方一知道自己无权无事,只能够遵从公主的安排 方一说唱的平家物语既凄美又哀怨 让公主府的众人都深受感动,不禁热泪盈眶 演奏结束之后,武士便将方一送回了住所 但是在离别之前,他警告方一 关于公主召唤她的事情,千万不要说给其他人听 而且,如果他胆敢违背和公主的约定 武士就会将其杀害 一到晚上,那名武士就会带着方一到公主所在的府邸 直到到了最后两晚,等到第五晚的时候 方一终于病倒了 幸好阿希及时发现 可是到了晚上,疲惫的方一开始准备收拾去表演 阿希见状拼命劝说方一,方一这才作罢 可是到了约定时间,武士又来了 他逼着方一去公主府 方一感受到武士召在脸上的锋利 惜命的方一只能继续跟着他前往公主府 刚好被阿希撞见 阿希在后面一直跟着方一看他究竟要到哪里说场 一路跌跌撞撞的阿希,最终看到了方一的目的地 这哪里是什么公主府邸 这里只不过是一处乱分岗 而方一演奏的对象竟然是一群亡魂 原来缠住方一的就是被原氏所灭亡的平家众人的亡灵 而方一曾经是平家的一件武士 之所以找上方一就是因为怨恨 原来方一是平家的叛徒 为了保命,方一倒戈投靠了原氏 正是还得从平家和原氏一决胜负的谈谱交战前夕说起 平家家主交付给方一一个密令 让方一马上带着家月公主逃走 因为家主自知,在谈谱交战中平家可能会输 如果一旦平家溃败 家月公主就能保存平家血脉不能断绝 将来再伺机重振家业 就在方一带着公主逃亡数日后 谈谱交战就开战了 果真如家主所料 平家武士们早已忘记战争为何物 根本就不是原氏武士的对手 平家一败涂地 平家因此惨遭灭亡 而方一带着公主在逃亡时也遭到了原氏的围剿 一番厮杀之后 只有方一带着公主杀出重围 可是接连数日的逃亡下 凉带也终于见了底 方一只能找些蘑菇野果填肚子 可是娇生惯养的公主怎么会吃这些东西 反而嘲讽方一 连那种东西都吃 为了活命活得跟猫狗简直没有两样 还讽刺方一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甚至后来越说越过分 方一脑子一热最终就把公主给杀了 事后方一却很确认一点 他的确很想活下去 与其当一个死得轰轰烈烈的武士 他宁愿选择长久的活下去 于是他将公主的首级送到原氏 请求活命的机会 但是原氏首领也对这种贪生怕死之徒非常瞧不起 将方一的双眼弄下之后便赶出了大营 虽然方一活得很窝囊 但是阿西并没有瞧不起他 反而积极地帮助方一 阿西带着方一找到了当地最有名的大师 大师在方一身上写满了经文 只要有这些经文的存在 那些亡灵就无法看到方一 也无法摸到他的肉体 只要能够安然地度过今晚 就应该不会被亡灵夺命了 但是方一无论如何都不能发出声音 只要一出声就会被亡灵发现他的存在 晚上方一独自在家静等武士到来 随着一阵风吹过 武士终于来了 他不断地呼喊着方一的名字 方一双手合一 不断口念咒语 武士见人没人应声 非常生气 认为方一违反了公主的约定 已经逃走 他拔出手中的武士刀 就朝着屋外追去 方一没有听到动静后 大松一口气 这个时候屋外传来敲门声 是阿西在外面呼喊方一 方一没有过多犹豫 就打开了门 这哪是阿西呀 这是公主亡灵幻化而成的 这下方一暴露了 但是只要方一不发出动静 亡灵们也找不到他 但是公主诡计多端 不断用语言刺激方一 受不了刺激的方一 用双手捂住耳朵 却不小心抹去了耳朵上的经纹 这下方一彻底暴露了 公主让武士扯掉了方一的双耳 但是他并没有杀死方一 而是有了更好的承接办法 他要方一永生不死 把平家一族的故事 世世代代的传送下去 等老人讲完了这个故事 外面也雨过天晴了 送走老人的时候 道三终于发现 老人就是被亡灵诅咒的方一 这则故事选自 《怪诞百物语》中的第三个故事 无耳方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集观看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待会有点赞转发哟 我们下期待会有点赞转发哟 我们下期待会有点赞转发哟